1 2 3 Asia Baby 其實我們大家都問過郭哥 我們說Asia Baby 那個Asia到底是誰 Asia Baby 意思不明 密不明 郭哥跟我說這是日文 但是日語沒有這個Asia Baby 這個詞 郭哥 我想問你 那個Asia Baby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幸運女神的意思 幸運女神 有關於日本你看過什麼 沒有沒有 它是在希臘 喔 希臘 對 郭哥跟我說這是日文 錄到現在 我覺得大家應該每一個人 都會很想知道我們的口號 叫做Asia Baby 就是那個Asia到底是誰 其實我們大家都問過郭哥 我們說Asia Baby 那個Asia到底是誰 然後郭哥就說 他也不知道 他就覺得唸起來很順 所以 郭哥就是這麼的跳動 他只有前面30秒會跟你認真 後面30秒都不是什麼重要的話 所以 Maybe我們下次的口號就變成 Angela Baby 也是有可能的 對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對不對 對 麻煩去問一下郭哥 我們可能下次換什麼 搞不好 你自己講 郭哥他自己也不知道 郭哥跟我說這是日文 但是 日語沒有這個Asia Baby 這個詞 我就覺得 郭哥在 不知道在講什麼 一開始不知道在講什麼 但是 不知道什麼就是很好聽 就變成我們的 對行 對 就one two three Asia Baby 這樣子 但我覺得蠻好玩的 蠻好笑的 對對對 郭哥跟我說是從他去歌舞集丁去學的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從 我有去過歌舞集丁 就是去那邊吃那個居酒屋 對對對 因為我本人很喜歡吃居酒屋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也沒有聽過Asia Baby這個詞 對 所以我也蠻好奇的 聽不懂對不對 告訴我們這件事 我也聽不懂 郭哥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我再講一次 然後試著去聽聽看 Asia Baby 意思不明 意義不明 希望可以在 全民情最後結束的時候 找到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我本人 我本人 好 交給你了 麻煩你了 好 交給我 好 郭哥 我想問你 那個Asia Baby是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幸運女神的意思 幸運女神 有關於日本你看過什麼 沒有沒有 她是在希臘 喔 希臘 大概希臘 就是一個古代的女神 然後她其實蠻保佑 就是我們在 就是各個項目上 正常上的一個 好運這樣子 也希望保佑我們 可以全力以赴 然後不要受傷 然後把自己練習的時候 成果都展現出來這樣子 Asia Baby Asia Baby OK OK 希臘女神 給我們祝福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然後運動快樂 Yeah 然後 收拾長毛 Yeah Peace up Peace up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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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副哥 謝謝小太 謝謝副哥 謝謝 謝謝小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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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iero 加油 Face up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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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